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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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我是《心思台》 坐在我旁边 蔡思行博士 树人大学历史学系的讲师 多谢你 谢谢John 我们谈论了很多历史 以及电影娱乐的咸接结合 我想读历史 分析历史 从中看到人类各方面的生活 或各方面的决定 走来之后最后是怎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没有水晶球看未来 只可以看过去 当时发展之后 有什么结果 从中可以预测到将来是怎样的 电影是在这个历史红楼里面 是留住了很多不同的 无论是故事也好 影像也好 或是当时的人物的想法 感受 都是在电影里面能够看得到 一路看回头 我们看看 麦片时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一路看回头 如果我们能够将它做一个这样的展示 一路看回头 那几十年代 看到历史的变化 我们怎样 我们怎样 我想请教肃博士 我们在这个红楼里面 可以用什么角度看出什么 例如我们最喜欢讲李小龙 李小龙 我们印象中 譬如精武门 说他是一个云族的英雄 将这个东亚病夫的牌 踢了他 逼日本的武士吃了他 又将这个华人雨狗 不准落落这个牌 踢了他 最后就被人开枪做瓜 但另一个 我们要知道一点 李小龙虽然他长时间 落在美国出世 又长时间在美国读书生活 但我们要知道一个身份 李小龙是一个香港人 为何从一个电影里面 尤其是唐山大兴 《龙针虎斗》这些电影 去反映 李小龙其实是一个香港人 其实落在幕上 我印象很深刻 譬如《龙针虎斗》里面 我们知道 陈八祥的太太苗可秀 都担任当时的女主角 他那时就带李小龙去罗马 去罗马斗秀场 去参观 去一些很高级的像皇宫的场景 你知不知道李小龙怎么说 不记得 不记得 我们没有留意 我常常留意 就是这些打来打去场面 我们反而少留意 李小龙究竟说什么 他就说 这些罗马斗秀场 这些古罗马帝国的建筑 其实我们九龙城很多这些废墟 在那里看便可以 然后他去到皇宫那里去参观 说如果这个地方这么大地方 不如我们就拆掉它 然后租给别人 一定赚很多钱 这些其实是一个很香港仔的性格 是的 你说也是 我们今天就说 我们买了一层楼 就租出去赚钱 李小龙曾经这样说 在七十年代 在电影中 香港精神 香港精神 狮子山下 原来是一套 整天说的是 中国人 华人 和西方人 民族对决的东西 原来 那边有点 香港仔的性格 好 这个挺有趣的东西 这个可以看到 一直下去之后 看到香港人的特性 在那里面 是的 很现实 总是赚钱至上 你都经常觉得 看这些那么艺术的东西 那么高文化的东西 原来都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不懂得欣赏 我们就懂得欣赏 无厘头文化 一些所谓很低俗的文化 这个是香港人特别的性格 当然我们不能说 这个是所有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 有不少的人 这个是一个 普遍的性格 是的 你一说之后 有认同感 你说你是香港仔 即是怎样 你又说不到清楚 但你刚才所说的 那两个 李小龙说的话 就很觉得 是的 真的香港人会这样去思考 这就被人感觉到 一个 Categorize 香港仔 这个感觉 没错 是的 历史 原来我们分析电影 都可以看到 那么多 我们叫特色的东西 真的要找研究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 才能看到 其实我们看历史 除了看那些 诗经 古调 熟女 君子好球 古典 那些文学作品之外 原来我们看电影 都给了很多历史的感觉 对吧 说回每一个历史的朝代 例如我们说 60、70、80年代 我觉得印象中 好像70年代 当时是唱歌事业 那时是四大的歌手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 当时来说 播放一些歌曲 你会幻想当时的Disco 现在好像没有Disco 现在没有 以前 我那个年代 尖东更有些 我经常说 那些Disco 打架 打架 砰楼 或者是那些 古画仔 我们很多时 在电影中 有很多古画仔 好像洪卿 或者是那些 那些一定是古画仔 那时 可能是那个年代 这些当时的话题 就变成一个电影话题 没错 反映社会现实 虽然我们两个觉得很低俗 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两个电影 反而 现在没什么 这些古画仔电影 已经潮流过了 社会现实流过去 电影流过去 当时的历史环境 一个时代 就有电影双配队 现在是什么 我看见附近 这几年来说 电影中会出了什么 我想是很多 一些比较温情 比较小品的故事 志明春娇 春娇志明 今次是旧 三部曲 老粒 那类的 或是《一念无名》 那类的 有社会时弊 或是男女关系 《晚九朝五》 那类的 很少 那一撮人 有些反映社会故事 变成一个 银幕上的故事 亦都好似方力生 和Staphethy 电影不断拍来拍去 十分哀 《婚前示爱》 那些 真的有很多人 是追这些电影 是 他可能说 港式的 关系 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 方力生可以 顶得女主角这么久 等等情况 亦都是反映一些 虽然我们留同两句 那句话 留在很低俗 但我们无可否认 香港是有些人的文化 是这样的 我们无可否认 这是他们的市场 一部分 我们经常说 港督 特首 但这些普通的 香港市民的故事 反而是电影 会反映到 刚才说过 许冠文 许冠杰的半斤八两 或者 那类就是 那时候七八十年代 那种生活 反映到的事情 今时今 看回这些 爱情小品 又是这个时候 发现的事情 除了一些成龙果类型 打斗的大趋势之外 这些事情 都会看到历史的背景 看看我们如何解读 如果你觉得 这些是纯粹的 娱乐 便是娱乐 但如果是 这是反映普通人的 生活的历史 亦是历史的一部分 有机会可以就着这些电影 或者做一个叫做 原来我将所有致名电影 春娇电影 加上 现在年轻人的爱情电影 例如那十出八出电影 就可以做了一个叫做 这个时间段里面 原来大家是这样看南欢内外 可能是一个就是这样的 一个时势 没错 尤其是这些很有趣 我觉得 譬如这些娱乐明星 他们经常分手 分手 很引起朋友的关注 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 以前是大家拍拖 结婚 这是自己的事 为何现在变成一个大家的话题 又是 变成一个娱乐新闻 都是一个香港人的特色 大家未必熟悉 看西方的娱乐界 每些西方人 关注他们的远程 好像没有什么 我现在不熟 我现在不熟 可能这是武断地说 香港好像很特别 看到这些八卦雜誌 有市场 有市场 明白 你好 谢谢大家 包括 还有 究竟